市政新规划 美丽新台东 市长就职一周年 25号上午在台东施工所一楼大厅 举办台东市长张国舟就职周年纪念及感恩成果展 继马卡巴亥公主勇士迎兵舞之后 市首团队特别制作周年纪念影片 诉说市长上任一年来的心路历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靠你告诉我说 在外国的学校那天我寻找到很辛苦 我就是日常发心要来为民博物 我从民意代表组织到今天的市场 每一天我到我市高所的团队 我都一步一步 如何要来规划起 国舟规划起心中队友们市政的栏图 以及如何要来潜力以赴 推动以市政 让台东市 还有 过去一年前 48%的市民 省民 没有认同我的人 我尽最堂堂地 让他们来 认同国舟 在此 也要拜托大家 跟我一起 高呼 台东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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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他的精神就不管是與我們台南市民 都知道 有助口減 是一個進心進力的 當天台東市民代表會也推派現任市民代表林中志 上台至諸賀慈 那台東市民代表會也會繼續秉持著 跟張國洲市長合作的關係 監督的關係 後來我們要把握握 如果說還不足的 市政團隊還不足的 我們也會善盡我們提醒監督的責任 隨後由台東市立幼兒園的寶貝們 帶來兩支動感舞蹈演出 經過長時間的練習 在就職週年當天 展現活潑又可愛的溫馨畫面 經過整整一年的經營與建設 在一樓大廳設置起多座 市政之心成果看板 讓來到施工所 掐工的民眾能夠一目了然 台東市近年來的成長 如古燕所云 為政之道守在民心 能夠站在民眾的立場 思考他們的真實需求 方能獲得廣大民意的支持 進而有效施政 期許讓台東市 成為人人都深切有感的幸福城市 東彈新聞張家瑋 台東市報導